高考是650分 是我们那一年 清华在我们省 招的文科升级最高的分数 可能比身边人比较有激情 比较乐观 把我们从身边的人区分开来的 就是我们的生活态度 人生如樱花 或许开得很短暂 但一定要开得很炫耀 杨锡涵 23岁黑龙家人 清华大学在读经济与金融专业 现在现场观众朋友们 亲爱的各位boss们 张上刚老师大家好 我叫杨锡涵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这个舞台 希望能够找到一份于 主持心理咨询 以及传媒创业等各方面的 实习工作 我的人生格言是 上天降生我们的目的 就是为了证明我们的 与众不同 如果一定要再给一个原因 那么就是让世界因我们改变 谢谢大家 其他都没发现 就发现了一个特点 注意杨锡涵的耳朵 有没有人说你像那个 指环王里面的那个精灵 是这样 朋友说我第一像大耳朵涂唾 第二说我像哈利波特里的作品 第三就是说像指环王里的 那个smiggo 是吧 这两个耳朵 我上天天天跟我说过 说我叫大鹏展翅之相 通过这几次清华大学 给我很深的印象 我就觉得清华大学以后 应该开一个科目 就是形象仪表 教大家如何穿衣服 对啊 你为什么穿得这么艳的红色 西瓜红就上台了 你啊 黑 黑的人可不能穿大红 今天为什么选择红色 因为我觉得红色 才能体现清华的精神 我们因为我们清华 就是又红又专的 好 打断一下 少阪老师 其实我发现了 我特别能理解他的心情 我发现不止他穿红 今天我看到沐妍好像也穿红的 沐妍黑的 他那个袜子是红的 你们看一下 哇沐妍 沐妍你是真不会穿衣服是吧 不是不是 所以像高老师 清华大学真的应该开形象领标的课 我继承了清华的优良传统 不修边幅 沐妍牟总呢 继承了清华的理工科学生的 那个最大的特点 闷骚 把那个骚要遮起来 对 他是改变清华基因的 非常好 非常好 杨七涵是一个传奇的同学 因为当年啊 这位同学在高考的时候 黑龙江省作文满分 我曾经认真的学习过杨同学你的作文 真的 因为很多 很多平面媒体都登了吧 谢谢 文言文对不对 是的 而且是文言文当中的甜文 当时为什么会这么想 如果写白话文的话 没有太多的意思 我觉得只能达58分 或者是56、7分也就算了 我觉得挑战一下自己的话 尽量写一些 不寻常的一些东西 我呢 这么多年在所有考试中 只有过两次作文满分 第一次是中考 第二次是高考 上了清华大学 专业叫经济与金融专业 对 经济与金融专业 但是你刚才求职的这个方向 想找实习的这个方向 是传媒啊 还有什么 传媒啊 主持心理咨询 主持心理咨询 就是我 我是这样想 一个人的专业 不一定能决定一个人的就业 包括上邦老师 您也是学摄影出身的 是 你做了功课 做了功课 包括沐岩学长 他是学计算机出身的 现在成了婚恋专家 是 所以我 我觉得一个人 如果有激情 有想法 有创意 他觉得一个平台 能够适合他去发展 去创造 他应该去到那个位置 不然的话 对于个人 对于社会 都是一种损失 那你为什么想当主持人 你有何德何能 我在很小的时候 是看着您主持的 挑战主持人长大的 但是 我当时就想 有朝一日 我一定要站在那个舞台上 但是 我生军未生 我生军一老 我已经有机会 有实力 站到这个舞台上的时候 你稍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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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生军未生 也就是说 你是我大爷 而下一句话呢 叫做 我生 什么 军一老 那又变成 我是你大爷 咱俩到底 谁是这大爷 不是 你这句话 你还写平文呢 清华大学之后 平文的功底下降了 这个逻辑都有问题 所以我现在的感慨 换一句就是 还君明珠双肋锤 恨不相逢 未驾驶啊 小杨 你去 你现在往后退 退到那个台阶 那个第一台阶 你上来 你主持非你莫属 好吧 去 你不想当主持人吗 来 来欢迎主持人 杨希涵 亲爱的电视剧场的 观众朋友们 亲爱的在场的观众朋友们 在座的各位boss们 大家好 这里是非你莫属 当你 一想要求职的时候 你遇到了谁 当你想找工作的时候 谁又陪在你的身边 时间给了你多少份工作 相遇分离 选择也后悔 工作给了你多少的时间 成长与感悟 反思与历练 来我们一起 英雄谁属 非你莫属 听下来就该咬人了 你真正的工作展示完了 是吧 还有什么工作 心理咨询师 你学没学过心理学 没有 但是我觉得这丝毫不影响 我成为一名心理咨询师 因为一旦我觉得 我要踏上这条路的时候 我会不遗余力的去努力 去奋斗 我 我真的 我真的是 稍等 还有什么 还有 商业咨询师 有点类似于解决网的工作 还有 包括一些 你别还有了 一样 主持人 你今天就来是主持人来的 脱口秀主持人 还得是脱口秀主持人 如果实在不行 当一个类似于心理咨询师的嘉宾主持人也可以 你想知道吗 你真的想知道吗 好 我跟你讲 言都必吃啊 谨言慎行啊 好 听我的 听你的 没错 听白杨做的 没错 我不是白杨做 您是白杨 网站上搜的您是白杨 我不知道我是什么呀 我是天蝎呀 你是天蝎吗 我不是白杨 那 你去告那个网站 我犯不上 你生我未生 是吧 你是我大爷 来吧 我有点误区啊 觉得你现在是清华大学的 但是你站在这个舞台上 我个人感觉你有点秀的成分 因为你想应聘的工作 跟你所学的本质没有任何关系 从他上台 一直到现在 我会感觉 他是不是 续北大女之后的清华男呢 哦 就说 秀是不是大于他来求职的这个目的 你到底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工作 如果你想找一个主持人 这里没有人想 没有人能提供给你主持人的工作 是的 第二 如果你想当一个心理咨询师 你自己够资格吗 如果你做一个商业咨询师 你能提供给我们老板的是什么 我再次强调 我们是一个严肃的求职的平台 真的这块不招主持人 所以主持人 你断了这个念头 在这找不了 OK 第二 心理咨询师 你断了这个念头 心理咨询师是需要严格的资质考核的 第三 商业咨询师 你断了这个念头 因为你没有这方面的专业训练 你只能从学徒做起 我想问一下杨同学 那为什么你是这个专业的呢 经济与金融专业 既然你都不喜欢 你想从事的东西不是这个专业 我在高考报志愿之前的时候 做过一个专业测试 在全中国166个专业中 第一适合我的是哲学 第二导演 第三汉语言文学 第四就是经济金融 当时的清华大学 在这所有专业中 只有经济与金融专业 所以你没有选择去别的学校 我当时心里想的很简单 我只考清华 今年考不上再复读一年 还考清华 我觉得在大学中 我们所学到的知识本身 并不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你能够有一个平台 去接触一批优秀的人 我很荣幸能够在这样一所大学 与我身边的这样一些老师 这样一些长学姐学弟学妹 去沟通和交流 如果高考再让我选择一次的话 我还会选择清华大学 真是一个特别爱自己 学校的这么一个同学 这位同学目前是金管学院 清华大学金管学院的学生会主席 你这个学生会主席是竞选上去的吗 民选 民选 有那个竞选演讲的是吧 有竞选演讲 让你征服了大家 通过刚才的表现 你觉得他搞个竞选演讲 还不是跟个玩一样 任权 我想问你一个大三的学生 你还作为学校的学生会主席 你有经历吗 你出来目的是 说体验一下自己的感受呢 还是想寻求一份 我能去今后发展的一个职业 我有经历 有时间 因为我们有配合主席到副主席 作为一个leader 他做的事情不是全抓全拿 放手但不放纵 包揽不包庇 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大boss应该做的事情 如果你是院会主席 大四的时候应该可以有学校保研的这个政策 有 对吧 那你现在来找 保研政策 是不是院会主席没关系 不 院会主席 你没有做过院会主席 我基本算做过 那是你们学校 我们学校 当学生干部就可以保研 我跟你讲是这样的 这下我是可以保的 应该是可以保研的 是这样 我历届的主席有过保研的经验 但是我现在不能确定 假设你能保 你是上研究生还是去工作 现在我没有办法回答 这正是为什么我找实习的原因 我想知道我究竟适合直接工作 还是继续读下去 你的优势就是在文字上 你考不考虑其他职业 我考虑其他职业 比如说你自己说 比方说 你能举几个例子吗 什么玩意儿啊 你一直来找工作 不是我在给你找工作 你让人找举例子 不好意思 老板说你想干什么 你比如说 哪有这么干的 比方说营销 或者说创意出idea 创意都ok 创意也ok 其实我觉得你这个 你这个想法都非常好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 职业求职的一个平台 你首先呢 我觉得不是把你做好 好像我们都在给你想 想工作 你要考虑到社会上的工作 目前你适合于做什么 我倒给你一个小建议 谢谢 就是不要这么锋芒毕露 其实虽然你是清华的 其实你应该看一看 如今的社会 你可以什么 能放低一点心态 但是请大家原谅他 在哪里 大三的学生 所以有的时候 又是学 就是院的学生会主席 出来之后 感觉好一点 很正常 那个锋芒漏一些 很正常 镜头猛一些 也正常 十二位 你们决定 让小杨继续 还是离开 请选择 慧普离开 小心离开 谢谢大家 慧普 为什么离开 我刚刚为什么问 能要不要考研 我觉得他如果今天明确地告诉我 不打算考研 想进入一个社会 他就不是来瘦的 如果是来瘦的 他自信就要爆棚 灭灯 就是给他一点教训 谢谢 好 谢谢慧普 谢谢 谢谢